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的频道 各位主内经常平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的频道 那么我现在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这个系列 一共是五十架 那么前面呢 我已经讲到四十四架 非常的感恩 蒙神祝福 这也是我做的非常认真的一个视频 所以我要穿好西服啊 然后把这个花也放上 那么这个灯光呢 现在我是用这个摄像机啊 这个照相机 然后加上照相机车呢 所以会你看得很清楚 声音上应该说没有什么噪音 好不好 那么虽然工作多一点 但是呢 神的工作然后很重要 要很认真 好不好 那么呢 圣经是一本宝书 它其实不是一本书 而是六十六卷书 这个呢 翻译成两千多种文字 它跨越时空 哎 跨越文化 塑造了人类文明史 但是呢 圣经呢 也这个面临着这个挑战 那么这些挑战呢 标准是现代社会里面 现代这个教会里面 然后那个 有这个 这个不是很景气啊 然后很多人这个网络上 然后参加各种其他的活动 还有呢 人类现在面临着很多的难题 而这些难题呢 又是这个教会 在这个 作为不够 或者是对圣经的理解不够 天杂上造成的 OK 我们相信神 他已经启示这个话语 而这个话语呢 是永恒的 有效的 这个 耶稣就是说啊 这个 什么天地都可以废去 但是神的话语 不能废去 那么这个 所以呢 我们相信 圣经里确实 他神该说的话 已经都告诉我们了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如何去 发掘圣经 他说的话 当年的时候 马丁路德 他进行了改教运动 他的改教运动呢 就是把那个天主教的 这个 因行为称义 改成了这个 阴性成义 那么呢 当然还有一些 这个其他的 进行了改革 就引起了这个 文艺复兴 还有这个 工业革命 到现在呢 科学技术 飞速发展 但是也同时 也带来了 很多的问题 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呢 对这个犯罪 对这个人类文明 也带了 巨大的冲击 包括现在这个 选举制 在过去传统上 这个 一人一票 用纸啊 然后用手啊 然后计票 写票 现在改成了用机器 就让这个魔鬼 撒旦 这些不法的人 然后被利用 造成了选举的 可信性的危机 最近就是看到了 美国这个宪政危机 也是这个造成的啊 所以我有反思啊 所有的危机 有一个根源 就是我们对神 不再敬仰了 不再敬畏了 然后呢 有人钻神的空子 然后啊 这个敌基督的现象啊 这个发生啊 公然做假见证 说谎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问题是 现在呢 那么呢 我就在前面讲 四十四讲的基础上 到了另一个阶段 然后就继续讲这个 耶稣啊 讲耶稣的死啊 耶稣的复活 还有这个 耶稣颁布的大使命 好不好 那么我现在呢 就是讲这个 第四十五讲 在讲这个四十五讲以前呢 我就可以 先给大家呢 过去讲过 那个第一讲的题目 给大家说一下 这样的话 你对这个 这个 就是说圣经 到底是讲的 什么的 五十讲呢 有一个更加 全盘的认识 那么第一讲讲 树里有神 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OK 那么呢 再一个呢 第二讲呢 说认识人的本源和特质 还有呢 第三讲 天赋人权 就是神赋人权 我说这个以后 你应该有一个大的概括了 因为可能你没有更多的时间 把全部五十讲都听了 但是呢 你对这个 希望你对这个 这个圣经 到底是讲的 五十讲的内容呢 有一个更改的认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 第四十五讲 第一十五讲 耶稣为世人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 这也是我们圣经 最根本的一个方面 那么这个 神造了人以后 人在伊甸园里犯了罪 而这个罪造成了人和人 神和人 人自己无法弥补的 和神和好的这种能力 人上的能力 那么呢 但是人又不能不符合神和好 如果不和神和好的话 人就不能站在神的面前 人就不可能见神的面 人就活在死亡之中 记着啊 有些矛盾是好像是 活在死亡之中 看起来像人 但是像一个行尸走兽一样 行尸走兽一样 那么也就可以解释 一些不信的人 不信的家庭 不信的国家 不信的民族 他们不仅是自己造成了灾难 而且给世界造成了灾难 有的信神 但是信的是错误的神 不是信的真神 就会造成恐怖主义活动 OK 看到在法国 在欧洲 这些这个 一些这个暴乱 一些这个活动 在这个911发生的事情 还有呢 现在这个亚洲 一些大国 把这个影响加到了全世界 而这个影响呢 对全世界实际上很多事情 是极端恶劣的 OK 让计犬不赢啊 是不是 所以呢 那么讲的一个核心的道理 就是要讲这个救恩的道理 这个救恩核心呢 它的要点就在 耶稣为世人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嗯 那怎么这么讲呢 OK 怎么这么讲呢 是吧 啊 怎么这么讲呢 OK 是吧 我们平常的时候 就是说 一个人死了 死就死了 可能和众多其他的人 没有太大的关系 啊 一个人平常的人死了以后 过几年 他的周围村里的人 都不太记得他了 再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以后 他自己家 下一代的亲人 也不太记得他了 是吧 就是蛮有影响的人 在这个百科全书上 记载的时候 查一查的话 比如说 他们说的孔子啊 孟子啊 我是一个亚利苏德德啊 但是只有一位 神的儿子 他的死 对 和我们每个人有关系 和你有关系 和我有关系 和没有出生的人有关系 和已经死了的人 还有关系 而且这个关系 是十分密切的 啊 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命 这就是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啊 十字架上的死 OK 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OK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为什么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会有这么大的效果 而我们没有呢 OK 第一个我说 是耶稣 他来到世上 是神专门派他来 完成这个 整救赎工作的 OK 宇宙万物都是神在所造 OK 神早已经对任何事情 都有安排 都有目的 那么神 他也安排了一位救赎主 那么只有一位救赎主 他就是甘愿牺牲自己的儿子 那么这个呢 在这个约翰福音 第三章第十六节 说得非常的清楚 也是圣经里引用最多 鼓舞更众多的人 信耶稣的人的 这一节经文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OK 那赐给他们 就是一个让他降世为人 再一个 赐给他们 既然赐给他们了 那就是让他 为世人的罪 死在世子下 给你了 OK 是吧 你们 就是为你们而来的 OK 第二个 耶稣 他是无罪的 全人全神 那么只有一位义人 他不带罪 他可以替代你所有的人 他的死 才能够拯救世人 如果一个罪人 他就是死了 他也不能替代任何人 OK 他不能替代任何人 是吧 这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性的道理 这是一个逻辑性的道理 对吧 那么因为只有他替代你死了 然后呢 你相信他了 然后呢 你才成为义人 如果一个有罪的人 他带着罪的 他死了 他替了你 你就是你被拯救了 也是拯救出来一个罪人来 不可能成为一个义人 OK 对吧 还有一个 耶稣 他是甘愿为你的罪死 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们的罪是致死的 那就像这个罗马书 第六章二十三节说 罪的公家乃是死 那么呢 我们啊 这个 这个耶稣啊 他为我们的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他甘愿为我们而死 甘愿我们而死 所以呢 他可以替代我们的罪 好不好 对不对 而且是替代的是我们的罪 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而不是为某一个人而死 那我们因为我们的罪 那么呢 他这个罪导致了神的愤怒 加在他的身上 那我们这个罪 就被耶稣所替代了 就被替代了 那么 那么从这个圣经上呢 他并且死的时候 不是一般的刑罚 打了 不是他这个死 不是说得了病死了 OK 也不是说那个被车撞死了 OK 而是说 那个 就是因为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罪 他宣传 他传福音 然后呢 他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那些犹太人 这犹太人要治死他 要治死他 那么呢 那些这个罗马帝国统治呢 他就派 这个他当地的这个总督 他派他的总督 然后把这个耶稣定在这个刑法上 那这个刑法是最残酷的一种刑法 那么在最残酷的刑法 那么耶稣呢 在上面呢 被钉死 钉死在实际上 让世人观察 而且那天的时候 正好是约结 那么一看着犹太人的习惯和历史事实 那么他就成为约结的羔羊 那么约结的羔羊 就是约结在犹太人 在这个埃及的时候 那么到了那天的时候 神派这个 让他们把这个杀一个羔羊 然后把这个血吐在门框上 门帘上 然后神呢 就是绕过他们那里 然后呢 去拣选他们 让这个因为羔羊的死 代替了这个犹太人的死 那么这次呢 耶稣作为约结的羔羊 他的死就代替了世人的死 所以他有历史的典故 有这个历史的事实 有神的差派 有耶稣基督的甘愿 而且圣经的教导 是他为世人的罪 是罪而去 他可以替代我们 他可以替代我们 好不好 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就是一家的兄弟 他们有哥儿五个 他爸爸 那么结果打架的时候呢 兄弟五个 打死了一个人 结果弟弟偿命 偿命的时候 他爸爸说 那你们都年轻啊 然后呢 我来替你们吧 所以他爸爸呢 法院呢 就判了他爸爸死刑 而他们五个呢 就得救了 就没有死 这个纪律子不是很恰当 但是我要一个 用这个替代死的话 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话 我们想这可以比较容易理解 好不好 就是说呢 那么呢 这个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呢 OK 那这些人记载啊 他说 OK 他说 这个哥林多前书啊 十五章三到四节说 我当日所领受的 又是给你 又是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 按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然后呢 并且埋葬了 又照着圣经所 第三天复活了 那么 耶稣的实际上 死是确实的 有很多人 做了见证的 OK 他也断气 把灵魂交回了神 然后呢 那么 并且圣经有记载 这个有神的羔羊 为我们死 OK 那么呢 他这个 为我们的罪而死了 那么呢 那么 耶稣受死 有什么意义啊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嘛 他的意义极其重大 也就是我们 这个整个 基督教 这个过这个 这个受苦节 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 成为我们基督教 这个 这个各个教会 教堂里十字架上 这个标志 就说 神爱是人 神像 独圣子赐给他们 教一切信他的 不知名 我反对于神 你要 因为他的死 他就成为一个救恩的桥 OK 他就是道路 OK 那么呢 你要 我们自己不用死 只要信他就可以了 相信耶稣是神 神的 神的独圣子 相信他为你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相信他会再来 升天了 OK 然后呢 不仅相信他 而且相信他的教导 有了他的教导 并且有了他的这个 律法 教导 而且命令 要遵守的人 那就是爱他的 OK 所以你相信他 跟随他 OK 持之以恒的守下去 只要到自己的死的时候 或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么你就不致灭亡 反对永生了 那么你就活在神的生命里 就会得到永生了 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 第十九章二十三节 到 一直到二十五节 他们耶稣这个死 却是个事实 他冰冰啊 既然将他的耶稣 定在十字架上 就拿了他的衣服 分为四份 每冰一份 又拿他的衣裳 OK 这件 这里 这件衣裏面 原来是 没有缝了 是上下一片之城的 OK 他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 已经成了 未要使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 我渴了 所以尝了那醋 就说成了 地下头 把灵魂交付了神 那么耶稣为我们 最实在加上 是耶稣这个权人 他倒成了肉身 和我们一样 有肉血 有肉的 这个身体为我们死了 流了血 身体为我们破碎了 但是耶稣 他同时是神 神的话 然后变成了肉身 所以耶稣 他有神的 所有的属性 全知全能全在 自由拥有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也是为了他造的 OK 所以耶稣 他是身体为我们死了 是他成就了救恩的大功 那么在世上 他也建立了教会 又颁布了大使命 所以耶稣 他做了巨大的工作 永恒的工作 对吧 永恒的工作 所以他 他确实为我们的罪 死者加上 任何信他的人 都可以不知命 犯的用事 那么关键是 你要信他 持守这个信仰 把这个道行出来 我们要过信 忘爱 结 行的生活 成为新一代基督徒 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耶稣为世人的罪 死在十字架 那道理给大家分享完了 要记照 任何人 世人 罪人 只要信他 都可以得救 好吧 再见 希望你分享 点赞 然后右下角 一点赞 一点 就可以订阅 谢谢你的支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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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